觀眾朋友 您知道嗎 今天其實是言論自由日 這個國定紀念日是為了紀念一九八九年 人權鬥士者鄭南榮 為了追求言論自由 犧牲奉獻 三十二年前的今天 黨外雜誌《自由時代》週刊 創辦人鄭南榮遭到國民黨政府指控 意圖分裂國土以叛亂罪拘捕 鄭南榮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拘捕 並且在現場自焚 最後在雜誌社內身亡 因此二零一六年開始 政府將這一天定為言論自由日 宣揚自由民主的精神